流線白色外型搭配透視倉體勾勒 橘色邊條 襯托一旁同色系的 鳳梨地標 歡迎來到鳳梨星球 有科技感 這裡其實應該是鳳梨公園 太空艙就在這裡透過吊車的助攻 一瞬間降落在彰化園嶺的公園裡 想像一個新穎科技的太空艙 好像一個外星人降落 降落在我們這個地球的時候 降落這個園嶺 好像就是出去探索一個移居城市的異鄉 原來是長照機構接手任養 園嶺市的鳳梨公園 打造科幻 即逝感 原先由醫院任養 搭配疫情時事 曾推出抗疫超人的花燈主題 長照機構接棒任養之後 找來太空艙組合屋助鎮 增加公園的可看度 有別於公園的太空艙組合屋 只有倉體 走進這座淨化版的規格 有客廳 廚房 臥室 就連預測空間 打開衛浴燈 連接水電後 太空艙組合屋 立刻切換成一卡皮箱 就可入住的模式 入夜後燈光開啟模式 更有科學幻想的feel 上下鋁合金包覆 中間20公分的 一個打泡敏的隔熱層 那玻璃是採用雙層玻璃 中間抽真空打氮器 所以這樣的一個建築物 就是精準度高 品質高 那隔熱隔音的效果很好 長照機構要強調這座小城的氛圍 選在園林北側門面的鳳梨公園 空降太空艙 讓擁有不少億萬富豪的彰化園林市 一秒變成星際富豪市 三輪新聞史書的彰化採訪報導 走進內部宛如一間小公寓 小小廚房 五臟居全 流離台甚至配備烘碗機 再往裡面走 香村風設計 位於木造階梯 沙發 隱藏式收納空間 這其實是一間移動式小木屋 整合性的多功能的一個使用用途 有朋友一起規劃 不少向往田園生活的民眾 會在農地上置放這種組合屋 或在市區內當作營業辦公 或者自住的空間 從早期簡單的貨櫃屋 進化到空間多變 客製化裝潢的組合屋 但得克服隔音隔熱石鏽等問題 另外也要符合防火要求使用法規 結構體是有通過內政部的防火 直銷一小時 風雨測試17級風以上 如果客戶他要申請建造使用執照 他都是可以申請 移動式房屋還有常見的貨櫃屋 多被當成商圈店面夜市攤位 同樣被歸類為臨時性建築物 但要足以樓層以兩層樓為線 基地境界線退縮三公尺以上 兩建物間得留寬六公尺以上的防火間隔 質疑他使用的時間 我們為什麼要讓他能夠逐一來申請 六個月再加三個月九個月以後 我們希望他再重新申請 因為我們會有當時最新的法規跟一些需求 臨時性貨櫃屋有效期為五年 但臨時性建築根據使用方式不同 申請的年限也不一樣 但如果想要長久置放 建議可以找專業建築師評估 依據現實規範申請建照使照 相信我缺帳宣偵 台中採訪我到 這是我們大家看得見的 再來 以前 我們到達千萬元的 職貨 職貨